时隔六年,奢侍曼又回到香港TVB拍戏了,在内地打拼多年,奢侍曼凭借《沿喜攻略》里的皇后,并编不是《海棠红》里面的范香儿等角色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,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,可以说是发展得很不错,口碑也很好,名利双收。 谈到这次再次选择回香港拍戏的原因,奢侍曼在香港以访谈节目中透露,自己曾参加过一档大陆真人秀,但是节目的拍摄手法让他很不适应,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摄像头,让他都有一种崩溃的感觉,所以结束之后他当时就发誓,不会再接这种综艺。 采访中虽然没有透露自己拍摄的是哪个真人秀节目,但是查阅他的资料能够看出,很有可能是生活观察类综艺,看我的生活。 节目中奢侍曼要展示自己独居的生活状态,采访内容曝光以后,奢侍曼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。 大家都知道,最近十多年来,内地迅速发展,薪酬比香港高很多,不少TVB老牌艺人都跑到内地发展。 像蔡绍芬、王祖兰、罗嘉良等知名艺人,不但在内地赚得盆满钵满,还购置了多个房产,甚至有长期居住的打算。 特别是对于艺人来说,综艺比拍戏更轻松,短时间就可以做收上百万,难怪网友不能共情,还将其骂上热搜。 甚至有人质疑奢侍曼是两面派,签了合同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好好工作,而不是在内地赚了钱,回到香港却大肆吐槽。 看来这次叫苦行为失策了,属实有点搬石头砸自己脚,十分的不理智。 谈及奢侍曼的《引原之路》有迷茫有曲折,是一部逆袭剧。 五岁时父亲遭遇车祸去世,有两位兄弟的奢侍曼不得不学会打理家里的大小家务事。 后来在妈妈的推荐下,她报名参加香港小姐比赛。 凭着端庄大方的形象和高情商,她一路挺进三强,并拿下了季军。 当年前三名都被无限牵下,成为力捧的对象。 初入演艺圈,奢侍曼相貌并不算出众。 冷知识,刘嘉玲、张曼玉、吴君如、奢侍曼被誉为香港四大仇女。 好不容易担任雪山飞狐的女主苗若兰,还被观众嫌弃她,鸡仔声,免贪演技差。 为了磨练演技,她压缩睡觉时间,一遍遍练习缺陷,抓住机会就向前辈请教。 拼到一年拍五部戏,每天拍十八个小时,三年只休九天假,老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。 几年下来,奢侍曼凭借自然不做作的演技,成为TVB历史上第一个双料事后。 奢侍曼深知,演员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,刚开始不会演戏,迷茫,会有一些不好的评论。 努力以后有了进步,就会有一个得瑟的阶段,有点自以为是了,所以很快又有一个平静。 2006年,奢侍曼拿到双料影后之后,后来学会开始放慢脚步,停下来想一想自己还想要什么。 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,奢侍曼决定离开自己舒适的除夕圈,出去闯一闯。 从开始的高不成低不就,一度被港媒嘲笑为北上发展最差的花旦。 到后来,成功用作品演戏攻略打开大陆市场,事业达到新高度。 今年年初《异讯真人秀》无限超越班频频上热搜。 在节目中,奢侍曼以当年金之玉孽当中耳纯的造型示人,让网友无不感叹,岁月不败美人跟当年一模一样。 最近他回港被曝将要和高海宁等女行同台标系,拍摄TVB新剧News新闻女王。 奢侍曼坦言,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部剧的剧本很好,新闻报道员这个角色他没有尝试过, 所以感觉有发挥的空间。据悉这部剧在三月左右开机,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和大家见面了。 期待最后的成品。 比起事业上的游刃有余,奢侍曼的感情之路走得并不顺。 他直言刚出道那会儿,就有富豪向他施爱。 出道25年里,算上圈内圈外,起码有过数十次的恋爱经历。 而真正被公开的恋情只有一段,2002年,奢侍曼与陈浩民因戏结缘而走到一起。 可惜,陈浩民也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男人,绯闻从未断过,而且还喜欢流连在夜场。 除了陈浩民,奢侍曼在圈内还有一段没被公开的恋情正加营。 此外还有胡军、吴卓熙、苗乔伟等,绯闻对象一个接一个,几分真假不得而知。 今年48岁的奢侍曼还是单身,三年前他坦白过想要个孩子。 欧阳振华建议他去动卵,逃利到自己的年龄,奢侍曼就对这事失去了信心。 建立家庭的计划遥遥无期,奢侍曼就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家人身上。 2022年,奢侍曼已经坐拥四处房产,其中有花了3500万买下的位于西贡的两栋独立屋。 一栋自己住,另一栋送给妈妈和哥哥居住,养老没什么问题。 至于爱情这种东西强求不得,有最好没有也无所谓,还是随缘好了。 忠心庆祝奢侍曼48岁生日,七魔女只有她没嫁,前男友已是四宝霸, TVB事后奢侍曼的48岁生日派对成了戏骨大聚会。 在大合照中,年过六旬的苗乔伟和七美珍两口子, TVB事地欧阳振华和著名演员谢天华、方立身, 陈山聪、郭正宏等艺人都到场为奢侍曼庆生。 摄氏曼与姐妹逃病称TVB七魔女,只有梁静琪没来参加生日派对, 汤盈盈、文宋贤、钟立琪、周家卫、姚乐仪把寿星摄氏曼簇拥在C位, 时光荏苒情意不变。 入行26年的摄氏曼,当年曾不被看好,一步步成长为业内传奇。 摄氏曼在瑞士的大学读完酒店管理专业, 回到香港参加了1997年港姐竞选,获得季军。 冠军翁家穗和亚军李明慧都没有签约TVB, 情商很高的摄氏曼签约之后得到力捧。 一开始摄氏曼的颜值和演技颇受争议。 入行几年以后,他在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演了周芷若, 口碑远不如饰演赵敏的黎姿, 但是摄氏曼还是一步接一步地拍戏,踏踏实实地提升自己。 2011年,摄氏曼与TVB改签不投约,开始进居内地。 在来内地发展的港星中,摄氏曼或许是最成功的一个, 这抵御于他日益炉火纯青的演技。 引起攻略的爆火让摄氏曼中年翻红, 也让他之后参与更多大制作的电视剧和综艺。 可以说,48岁的摄氏曼依旧处于事业巅峰期, 令多少大花羡慕。 摄氏曼曾与多位男演员传出绯闻, 坊间熟知的三位前男友是陈浩民、吴卓熙和郑佳颖。 去年春天,港媒曾报道摄氏曼与邢男新欢贴身呵护, 摄氏曼出面澄清,邢男新欢竟然是他的亲哥哥, 这真的是个大乌龙。 不过这也说明,无论是媒体还是网友, 都替摄氏曼感到着急, 恨不得他能有个贴心的提邢男新欢。 其实,事业得意,保养得宜的摄氏曼已经是人生赢家, 只要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, 并不需要去迎合外界的期待。 最后,祝摄氏曼48岁生日快乐,平安健康。